今天的肖战是一个 有点不一样 但是又有点一样的肖战 它就像是一个 我生活当中周围的朋友一样 这个就很浪漫 这个超浪漫 怎么我不年轻了吗 腾讯视频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肖战 点了那么多次古代人 这次回到现在的感觉怎么样 挺好 以后还会尝试其他都市类的题材吗 当然当然愿意 比如说那种方向 都可以 最开始接到这个角色 是被哪些地方吸引到了 我是一开始看的剧本 先看了剧本 之前也说过 我喜欢一个角色 它首先可以吸引到我 我是真的有被顾慧和 林志孝之间的感情 以及顾慧 她的人物 赋予她的那些情感 所打动到 所以我就决定说 OK那我可以 尝试一下 挑战一下 在剧中 你觉得部位从开始到后面 她这个人物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最大的改变 她把自己的那一个盾牌 给卸下来了 打开了自己 明显的跟林志孝在一起之后 她变得开朗了起来 自我防御比较重吧 你是怎么看待她的改变的 她就像是一个 我生活当中周围的朋友一样 所以我觉得我可以体会她的这种心情 那你觉得你心中是带给你朋友这种温暖的吗 我吗 我当然是带给他们温暖了 我带给他们欢乐 你怎么看待部位和林志孝的相遇 巧合 偶像剧 他们的相遇确实是挺巧合的 你要说特别像偶像剧吧 但它又很合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让我觉得很棒的点 你心目中比较浪漫的邂逅方式是怎样的 这个就很浪漫 这个超浪漫的 顾慰是一个具有成熟稳重魅力的男人 请用三个词来形容它 成熟稳重 还有什么 温暖 最终顾慰有调皮的地方吗 有啊 很多 它会逗林志孝 它会一开始说一些话 让它生气 然后再哄它开心 还好吧 你们自己看 之前有看到你一些在剧中的哭戏片段非常有感染力 当时是怎么去调整自己的情绪的 其实就是让自己 进入到当时的那个情境里面 那个环境里面 就好了 不要想太多 因为这种情绪系 你想的越多的话 越会 越会做得不好 对于我来说 对于我来说 睡觉 收工 当导演喊出收工的那一刻 我就泄掉了 你觉得你和顾慰的相似度有多少 哪些方面 很多 我觉得首先 认真 对每一件事情都 尽自己的所能去做到最好吧 用一句话安理一下 余生这部剧吧 希望这一部剧可以在当下带给你们温暖吧 近期有学习新的生活技能吗 比如说做饭之类的 一直啊 很多 新的菜系啊什么的 嗯 30岁以前最想完成的一个心愿是什么 比如说蹦极啊 跳伞啊 哦 跳伞 跳伞 喜欢那种高空的那种失控感 吃重感 最近有看什么电影吗 最近我有把哈利波特 重新看了一下 你怎么看这部电影 从小就很喜欢吧 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哈利波特 都有一个魔法学院 你有什么特殊的表达思念的方式吗 说话 最近一直有 等到可以的时候就可以了 有什么话想送给现阶段比较迷茫的年轻人吗 怎么我不年轻了吗 哈哈 我知道我知道 你要说我去给他们建议 我也迷茫着呀 给不了 下次吧 也许我再过个几年 我可以给了 嗯 那你现在呢 挑点 你配得不得吗 现在嘛 尽我所能吧 今天的肖战是一个 有点不一样 但是又有点一样的肖战 哈哈哈哈 行吗 好